今集隱世食堂來講一間隱藏眼屋村商場裡,開業大約一年左右,就已經打響名堂的政治中菜,民園飯莊 位於黃大仙的天馬園裡,位置其實一點都不難找,但我相信除了附近的居民之外,或者你是剛好離開這頭找親戚找朋友 否則應該是不會有人特意進來天馬園商場逛街或吃飯的樣子 你應該更不會猜到,為何無情情會有那麼多人專程慕名而來吃一間罩眼網絡,以為是屋村酒樓定位的餐廳 還要他很快就儲了一班回頭客 那究竟民園是什麼來頭呢?而食物是否真的好吃呢? 今集我建立最近兩次在這裡吃飯的體驗,來簡單分享餐廳的環境如何,坐廳坐房有什麼分別 還有,菜式的水準是否穩定,以及最重要是否值得吃呢? 事不宜遲,先從餐廳的環境開始講起了 天馬園商場,我只是因為這次來吃飯才第一次來的 我對這裡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個比較出名的死場 我猜啦,是領展將這個商場賣盤後,新業主寧願擠了店舖,在短期內洩租 都想拆高一點這個屋邨商場的租席 敢小誕生了這間行中高級路線的民園飯壯 你一進去就會明白,這個裝修的班底,還有這個定價 擺明不是為了迎合樓上班居民而設 而是從一開始,就想把民園打造成一個便宜版的名人飯堂 其實這個定位是很有market的,我覺得 看看有多少開在公廈的高質餐廳,對吧? 有多少門面upup,但裡面是漂亮到癡線的便宜版私人會所 所以有越來越多人喜歡去這類私鬥定位 是那些不做宣傳,只是做熟客和referral 生意的地方 所以即使來到疫情之後,這個趨勢其實是有增無減 民園這個形式,就不是那些公廈的偷雞私鬥 而是光明正大地開在屋邨商場裏面 不用比在中環在金鐘地段的店舖 營運壓力自然小了很多 這裡面積大,樓底高,空間闊落,擺桌不密 所以在這裡吃飯是挺舒服的 除了它有坐到十多人的大圓桌外 亦可以照顧到有少人,例如六個人,三、四個人吃飯都可以照顧到 這裡的裝修就不是走什麼奢華路線 它很聰明地順映黃大仙這個地點,用獅子山下作為主題 雖然不需要一些很高檔的擺設,但也能組成那個feel 它長身掛一些書法字畫,多一些竹系、木系的佈置 也有一些藤的屏風、木椅等 不會看下太過古色古香,不會太重口味 但整個環境看起來是開揚的,順眼的,數瓦大方的 所以坐在這裡是沒有壓力的 在這樣一個硬件配套和定價之下 只要員工不是那些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的面口 送菜出品是一致的,不會炒車的 這樣其實民縣已經具備了能夠吸引到回頭客的條件了 回來看看這裡的送菜出品是否真的OK 這一餐是朋友約的,12個人坐大廳吃飯 Menu 提前寫好了,當中有幾道招牌菜式 不說太多,直入正題了,先從前菜看起 叉燒我一向都覺得是每一間粵菜餐廳的看門口菜式 民縣有自己的太空爐,用稱為第一刀的梅頭爽叉 一句說實話,這條叉燒,金、香、油、爽,吃過一層味 可惜臨時罪監,因為太搶手,想再來一條都沒有 所以我第二次來的時候,都有叫叉燒 它焦邊、厚軟、肉味足、入口化 是有水準的,而且兩次表現都是一致的漂亮叉燒 下一道前菜是清酒南非鮑魚 上桌後再噴大吟漫 所以起碼聞到已經走香十足了 鮑魚蒸完後再加了味醂、煎魚粉、大吟漫等等醬汁浸一晚 在上桌前已經切好三份,方便入口 它吃落肉身爽彈,裙邊略大咒頭 而噴上它的Sake米香十足,是沒有蓋過醃完後 鮑魚的咸甜味,反而這樣平衡得挺好 吃完這個清爽開胃的酒香鮑魚之後 來一個濃味的雞肝撻 它用了麥戰蘋果粒來襯底 吃落有一層甜香來分解雞肝的油味 和中和下一層未必人人喜歡的內臟味 如果你吃不習慣傳統整法的金錢雞 那麼濃味、那麼油膩的話 這個份量的色的雞肝撻可能適合你吃多些 吃完三度頭半後 就是今餐飯的第一個高潮位 這個招牌菜式糖展乳豬 它整隻拿出來的,先讓你拍下完整這個樣子後 再直接在你面前剪開它 記得要提前預訂,因為一來數量有限 二來乳豬是要即燒的,因為提前燒定 它會回油 所以想吃的話,訂台的時候就要順手點賣 這個是大約45天的越南乳豬 十幾個人都夠分 它的芝麻品吃落又酥又脆 肉質細嫩這些不在話下 它入口肉汁風型,沒有一個乾硬的感覺 它皮肉相連的脂肪才是滑龍點正 其實這隻豬的內籠已經塗了有沙爹醬再燒 即是它本身已經有底味 雖然不需要額外再下醬 就這樣吃已經很夠味 但它又不會蓋過了肉味 而且真的會情不自禁去刨上 它黏住骨的少許肉 這些才是最香 這隻豬少吃多滋味,吃多夠都會濟 吃完豬喝湯 這是木瓜花生雲耳煲雞腳 它的質感比較清 不是很黏口,不濃味 喝起來很滋潤,中規中矩 喝完湯後 就是今餐的第二個高潮位 片皮鴨 不論是唐展乳豬 還是直前片皮鴨 都是吃飯的小插曲 算是挺有娛樂性的 整班人圍著師傅,夠熱鬧 而說回鴨 我覺得算是比較乾身 反而我第二次吃 鴨就夠肥味 油是含含的,那隻更出色 餅皮薄身,有彈性 下面有爐暖浴,這一點很抵贈 而這些配料除了有青瓜人精蔥之外 還給了黑麥瓜條和醃蘿蔔 而醬料有海鮮醬 蒜蓉醬和桂花糖 這樣是一個很正路的吃法 OK好吃的,但不算很突出 而說到文院扁平鴨的最大特色 其實是這些桂花糖 它砂糖的質感但帶有桂花的青香 消滯解漏,吃完後口中留有餘韻 我欣賞它不是純粹用甜來中和片皮鴨的油香 而是想多一步加少許桂花糖 嘩,真是提升多一個層次 吃完鴨皮之後 還有一個鴨肉的山菜包作為異食 這樣吧 加少許甘荷或當中做點綴 這樣還好 即是鹹香但比較乾身一點 我自己覺得 如果加些比較微酸開胃的食材作為配搭 可能效果會更好 畢竟桂花糖令人讚不絕口 這個山菜包可想花生做得更好 下一道,這是一個陳皮攬角翠鮮球 火候一流,咬下去夠脆的 裏面還有汁水 而鮮的滋香可能鎖得實在裏面 以脆鮮來說,是可以的 但味道上比較偏甜 即不是太吃得出陳皮的優香 而鴨角味似乎被甜味一夜蓋過了 令吃起來有點滑 口感來說是出色的 但味道就稍微欠缺少許層次 之後這個就一個菠蘿咕嚕五番腩 是臨時加的菜式 它酸香惹味,而五番腩的外層夠脆身 裏面就實了些少 它掛汁是雲醇的 但一件是兩件子就夠了 想不到有驚喜的是這個焦糖菠蘿 這個情況有點尷尬 因為菠蘿是搶了咕嚕肉的風頭 是妹仔大過主人婆 嘩,這個妹仔脆薄薄 又甜又沒渣 吃多兩件都不怕滑 甚至我們第二次來吃 都有再點這個咕嚕肉 其實都是因為掛著想吃焦糖菠蘿 這個配角真的太搶氣 下一味一上台就很香 這個小炒王都很足料 又蝦球又蝦桿又櫻花蝦 差在味道下蝦醬 所以那種咸鮮風味是突出的 韭菜爽爽沒有渣 蝦球火候理想 而調味方面我覺得可以輕手一點 因為蝦桿和櫻花蝦本身已經有咸味 所以一覺不覺到菜就會偏咸 小炒王咸香一點是沒問題的 但來到餐飯的尾段 一些比較濃味的東西 容易讓大家一口起兩口子 下一道就是一個追加菜式 蝦粉帶子豆腐 這個金黃賣相夠吸引 份量也有不少 所以是挺令人期待的 而實際吃下去就…不差了 即是它不難吃的 只是我們期望高了 另外就是不單止我 旁邊兩位都感覺到 薑絲似乎多了少少 即不是鬆得不均勻 而是整體而言似乎這碟蟹粉豆腐都比較重 我猜是因為其他食材 例如豆腐帶子的味道比較清 所以薑味就比較突出 下一道是生煎雞 下了胡椒、青花椒、還有花椒油 聞到都知道這碟是猛料 一句說完就是 嫩、香、麻 野味之餘 香麻的後勁很延綿 另外配菜 蔥頭、芹菜、蒜子都香得不得了 反而這隻雞本身 就好像沒什麼雞味 即是先天有點不足 全靠後天搭救 來到最後最後 亞族登場的還有這個文圓炒飯 我把車仔推出來 在你桌邊用砂鍋即炒 也是那句吃氣氛 就不要預期有什麼精彩表演可以看到 因為你砂鍋炒飯不會有拋鑊 即是不會落酒、點火等 它整個過程大約需要8至10分鐘 純粹給我時間給大家有機會交流一下 可以反映今生飯有哪種好吃 有哪種可以改善一下 或者對於小朋友來說 有人在他面前炒飯 都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說回飯 他會用蝦頭糕起鍋後 再倒些飯下去 然後線後加入有蔥、蛋、瑤柱、帶子、櫻花蝦等 最後再加少少火腿上烤 炒這個飯 我發覺不同店員炒的出品會有少少分別 如果CK炒的話 就比較濕身少少 而我第二次來 另一位店員炒的就更乾身 更分明 這個就是百貨應百客 CK的手勢自然有不少 是從之前在一哥的庫林吃到這邊的捧場下 會欣賞 例如我老婆會欣賞這些 不乾得曬的 比較軟綿的 入口略帶濕潤的炒飯 而我自己又喜歡比較乾身 略帶焦脆的 香口的炒飯 不論口感如何 這個飯都是相當足料 味道平衡得不錯 看起來你會以為比較簡單 但要做得出色 不簡單 第一餐就吃完了 今餐是有熟客做壽星 所以最後有壽土店 埋單我估計是有著兩收順 另外免了茶戒 免了開瓶 總數是6800元 人均不用600元 第二次吃是跟長老賀壽 今次帶老闆一起吃 所以找間房仔會好些 看一個格局 這間房應該可以坐到兩張桌 所以我們一台人 整個空間就很闊落了 當時老闆只有10個月大 剷完光頭沒奈 剛剛才可惜扶著走路 哇 時間真是眨眼就過了 Menu我提前寫定了 你都見到有幾款菜 是我吃過翻層未再吃 例如有叉燒、片皮鴨、菇佬五番腩 其實是吃菠蘿 還有炒飯 而脆鮮我一般 但老婆說喜歡吃 所以照顧 今次人少些 和平均年紀比較大 吃得不算多 所以乳豬就不點 還有生煎雞 怕大家怕辣 所以就點茶薰雞 另外是點兩款湯羹 老人家喜歡喝湯 所以今餐只講一些新菜式 上次吃飯碗 湯比較平平無奇 今次分別選了這個 好足料的雪燕雞絨羹 和另一個 瑤柱陳皮火鴨絲羹 每款各五款店員會幫忙分 作為一個我喜歡喝中式湯羹的人 我相當滿意這兩款 首先我份量實在飽肚 和調味恰到好處 尤其這個雪燕雞絨羹很適合我口味 它又綿又黏又濃味 雪燕夠潤、腿蓉夠香、湯質夠厚 吃起來相當飽肚 這個好得 老婆選的這個 瑤柱陳皮火鴨絲有水準 賣相看起來是一碗蛇羹 剛剛雞肉羹就像一碗很綿的粥 而這個明顯口感上會豐富些 吃起來是濃而不漏 陳皮夠香和暖胃不會太燥熱 所以這兩款羹我都滿意 好了 這一味是一個茶婚雞 我們看看一隻雞幾個肥美 汁水風型、油光滿面 它滑嫩、舊味、火候剛剛好 如果說到夜味的話 那個花椒生煎雞是更勝一籌 但對於不想吃辣、喜歡吃嫩雞 會享受雞油的人來說 我覺得這款茶婚雞都不會令你失望 片皮鴨我知道大家喜歡吃 所以點了兩隻 正如剛剛也有說過 這次兩隻鴨的汁水都比較豐富 還有師傅片皮的手勢 那些肉是沒有前一次那麼多的 這一方面就個人喜好 我自己喜歡少少肉就OK 皮才是重點 如果多肉反而我覺得會影響口感 所以總而言之 這餐的片皮鴨我會比較喜歡 而至於這個雞湯、蟲草花、浸嘩嘩菜 就不用多說了 純粹有個菜十八口平衡下 正常水準中規中矩 最後也是有個文圓炒飯 這次是由另一位經理進來直前獻記 不知是否以如目掩之下 我發覺老闆很喜歡看別人煮東西 說回這個飯 就算大家都是文圓炒飯 但不同人各自炒飯是有少少分別的 CK的做法是金包銀 即是用蛋包包著飯 而這位經理的做法就是 下蛋後推開它 炒熟變成蛋碎後再下飯 他這樣炒的話 我覺得蛋香味會突出些 和飯會更乾身些 多了一句 百貨應百客 我喜歡吃香口的食物 所以這個炒飯比較適合我心碎 這段影片算是來到尾聲 今餐是跟老人家搞生日 他們對於送菜出品沒有太多要求 反而寧願去一個靜點 坐得舒服點 招呼好點的餐廳 他會更加開心 今餐飯就十個人吃 埋單連加一就六千七百多 綜合了兩次用餐體驗來說 你又大概會明白文圓定位是怎樣 例如連鎖的中菜 它是便宜的 但出品不穩定 和食物很公式化 至於服務就更加不好提了 而提到高檔的中菜 甚麼都好 但價錢也好 偶爾吃沒問題 但如果作為常客 每個星期都來 或是整圍桌兩圍桌 吃法就很肉邪 所以一間價錢相宜 環境舒服 招呼周到 而且食物水準是不錯的中菜 其實對於不少人來說 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例如對於在廣播道 或浸大上班的人來說 這裡好像飯堂那麼快 而且拍車方便 在商場的門口已經有一個 時租很便宜的停車場 所以總而言 只要你不要對文園有甚麼 不切實際的期望 不要想見到有哪個名人 在打卡 就下意識以為 這些東西有多天上有地下無 那你一定會失望 其實文園就是一間 人均消費600至800元左右 通常都不會過千的 半絲房菜格調餐廳 他開了在天馬園商場 初頭的人在沒甚麼期望之下 吃到有這個水準 就當然會讚 但之後來的人 在明人光環的加持下 當這裡是升級中菜的食物 便出現落差 如果就這樣當它是一間 中等檔廁 食物是不錯的中菜來看 文園是不錯的 希望這段影片所分享的 可以為大家帶來少少參考價值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